坐下好不好 坐下 坐一下 坐着先坐着 远景和救护人员 围着这名紫色上衣的男子 就看到他醉到神情恍惚 请他先坐下来休息 由于无法表达自己家住在哪 因此远景集中生智 想通过手机帮忙联系家人 有没有手机 我联络一下你家人 快点 给我 好不好 醒了没有 稍微清醒了没有 怎么叫就是还不清醒 连手机怎么解锁都搞不定 远景耐心询问 没想到对方情绪却突然失控 不用发脾气了 要不然就自己回去 你能不能自己回去 能不能自己回去 你在干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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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醉汉瞬间被压制在地 到底怎么回事 透过另一个角度看得更清楚 18号上午7点多 敦化北路四巷口 当时这名25岁的苏西男子 一拳就打在远景的左脸夹上 因为明显涉及防害公户 远景立即使出大外哥将他压制 事后将他带回警局 男子还相当不配合 事后调查 记者嘉明谢耀珍 台北报道 东西都被预防 我以为就是 最后还能不能够